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活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谈一下各位种菜朋友最喜欢种的各种瓜类硬壳种子发芽难易度比较 我们通过往年种植这些瓜类的个人经验 加上今年我们又基本上把所有这些瓜类重新用种子育苗了一遍 所以我给他们来一个难易程度大排行 首先我们说所有这些催芽的硬壳瓜类种子 都是在不提前用水浸泡,不用碱子碱去顶端部分 或者任何事先处理的情况下进行比较的 第二,所有我们今天比较的所有瓜类催芽的种子 都是在加拿大正规的种子公司购买的 而那些从私人渠道获得或者其他方式购入的种子 其发芽的难易程度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 我们今天把种子发芽的难易程度分成五类 那么我们先从最容易的一类开始介绍 它们就是最常见的南瓜、西葫芦、意大利瓜和黄瓜 其中西葫芦、意大利瓜和黄瓜 它们从播种到收获第一个瓜的时间通常为两个月左右 所以像加拿大的主要城市温哥华或者多伦多 或者在夏天六七八三个月 温度保持在20-25度以上的国家或者地区 您都可以在五月底到六月直接在地里播种 不需要提前育苗 它们都可以在八月份左右正常结果 而南瓜同样在五月底到六月初之间直接播种在地里 九月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 所以刚才讲的西葫芦、意大利瓜、黄瓜、南瓜 我给它们的个人评定育苗难度为一颗星 因为只要你不着急提前采收 实际上是不需要育苗的 第二类就是哈密瓜、各种甜瓜、各种香瓜、还有丝瓜 其中各种哈密瓜、甜瓜类 我尝试过用外面买来新鲜的瓜抠的种子催芽 和买来的甜瓜种子包催芽 在温度25到30度之间的时候 基本全都是一到两天发芽 丝瓜我们尝试过两种不同丝瓜的种子包 加上去年旧丝瓜种子包一共是三种 在温度30度的情况下催芽 通常都是一到两天发芽 所以难度系数两颗星 第三类是护瓜、葫芦和西瓜 在温度25到30度的条件下 通常两到三天发芽 难度系数三颗星 第四类是冬瓜和毛瓜 严格来说它们都是同一类瓜 不论是超市买来新鲜冬瓜抠的种子 还是用种子包育苗 温度在30度左右的时候 通常需要两到三天发芽 难度系数四颗星 第五类通常也是各种瓜类 个人感觉发芽最慢的一个就是苦瓜 我们尝试过珍珠苦瓜 绿色光皮苦瓜种子包 也尝试过从超市买来过新鲜的老苦瓜 抠子催芽 在温度为30到35度的情况下 绝大多数这些苦瓜种子 通常都需要三到四天才发芽 所以难度系数五颗星 以上这些种子发芽的时间大致范围 这是我个人育苗的心得体会 在这里分享给您 希望对您的育苗种菜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芽 感谢观看